好 跟我們講話喔 應該不會有人在線上了喔 來 現在的朋友 我們今天要從那個我們的多項不等式開始講 然後我們上次的那個三次的部分已經上完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印了喔 好不好 可以吧 自己回去如果要塵抄筆記 你自己再抄上去喔 從多項不等式開始 而且多項不等式很簡單喔 欸 我覺得很簡單 我覺得並不難 就是它畫圖一個技巧就是雞川偶碰 我記得以前有講過好不好 你如果把這個技巧學會了 那這個就很輕鬆喔 隨便寫寫答案都會出來 那這裡有一個以前的東西 叫堪證定理 我這裡蠻好用的 這是判斷根的一個方式 那我寫一下它的敘述 這個敘述比較專業 那你先寫 等一下我會解釋好不好 所謂堪證定理呢 堪就是找的意思喔 所以它是一個找根的方法 找找根的方法 找根的方法 我買了一支大支的筆 現在不太好寫 它跟大支 喔不是啦 沒事沒事 找根的方法 那它的敘述是什麼呢 把筆用錯了 就是如果有一個LX 然後它是一個實係數多像式 對不起會不會太專業 會 就是有一個實係數多像式的函數 就像你以前 就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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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的三次方 加X的減輕 這種圖形 這樣可以嗎 然後可能令它Y 是不是就可以畫圖 聽懂嗎 有個實係數多像式的函數 我們令它為F of x 好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去寫喔 那如果A小於B 找到兩個數字 然後A比B還要來的小 可以接受 如果今天 如果 我寫中文好了 如果 F of A 乘上F of B 相乘的結果小於0 則呢 至少存在一個 實根 叫做C 在這個C有個特性 就是怎樣 它會介於A跟B自己 之間 然後使得S的地方 用C代 它答案一定是0 也就是這個方程式的根 好 這是它的敘述 所以講的是喔 有一個多項是 實係數多項是函數 然後呢 你找一個A 找一個B 然後A小於B 然後呢 相乘喔 代入的結果相乘小於0 則一定有一個C 在他們兩個之間 然後呢 代入會剛好是它的解 可以嗎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同學 這很簡單喔 想想看喔 從這句話出發 出來了嗎 我再解釋了喔 從這句話出發 是不是一定是一個正一個負 相乘才會怎樣 小於0 同意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不是一般性 假設一個正一個負 好不好 那我們就換個圖來解釋喔 那今天呢 S的地方一個用A代一個用B代 假如這裡是A 假如這裡是B 這樣可以嗎 那你用A代的結果 假如是正的 我們讓它大於0好了 F of A 當然小於0也可以 那我就是一般性的寫一個大於0的結果 那你F B 是不是一定在怎樣 是不是在下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OK吧 那你想想看喔 以前我們在講這個17數都像是函數 所以X代進去就會有一個Y的值 可以接受 如果我要畫圖的話 是S的地方 用1代 用2代 用0.1代 是不是都會得到一個值 可以接受嗎 所以它的圖形是什麼 連續的 它不會間斷 連續圖形 連續的喔 連續的 好圖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要把這個圖形連起來 有沒有發現它一定會碰到什麼 這是一定會碰到X軸上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的X軸 那你還記得嗎 如果函數圖形碰到X軸 就代表什麼 這是方程式的根 對不對 就等於0的位置 OK吧 所以這個感覺就像是我剛剛講的 一定會有一個C點存在A到B之間 然後代入之後 F of C必定等於B 這樣可以接受 好 讓你寫一下 那同學 一定只有一個嗎 不一定 可能不只有一個 它可能有三個四個 三個五個七個 它有基數個 舉個例子 我再多畫一條線 你感受一下 假如它是連續的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哦 又下來 有沒有可能 有點誇張 這好像已經重複了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同學 你有發現這個時候交點有幾個 這交點有三個 對不對 我不能確定它有幾個 但是我知道它怎樣 至少會有一個C 可以嗎 存在有這個C 至少有一個 要不然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把它至少寫出來 至少有一個 的意思 可以接受 可以嗎 好 所以以後你只要代入方程式發現 我代入的結果 可能S的地方用1代大於0 S的地方用3代小於0 則1跟3之間一定會有一個等於0的解 那有幾個不知道 但是至少有一個 聽懂嗎 可以接受 好 操操 那我也可以寫個結論 所以我們可以把結論化 如果相成 有一陣一附 那它會有基數的根 這樣可以嗎 那有一些老師會這樣問 那如果今天相成大於0呢 同學 那這個結果也滿有趣的 就是可能沒有根 那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有偶數根 你幫我寫下 0或者是偶數根 這字是真的難寫的 好粗喔 太能掌握 太猛 不是啊 我原本那隻小筆斷掉 你知道嗎 真的啊 直接寫一寫就啪就斷掉 他那用嗎 凶兆欸 很像那清水 你有看過那個清水組件嗎 就是他只要遇到什麼災 那他筆子會斷掉 我就是寫一寫 然後那個筆就斷掉了 他怎麼沒有災難 你看我腰臉 為何我被車撞 真的啊 你可不可以畫個圖 你會不會畫畫 我會 我畫 會啦 你會畫 那大於0 可以是什麼 可以是正也可以是什麼 所以也可以是負負 對不對 可以接觸嗎 但你喜歡正正還是負負 好 那我們正正 那一樣 A跟B之間 整個都畫上面 都大於0 這是X軸 X軸就是Y等於0的位置 這只是示意圖 好不好 這個你畫過就會了 那你看 有沒有可能 沒碰到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為什麼不行 當然可以 那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是 下去又上來 有沒有可能 有嗎 對不對 有可能下垂嗎 對不起 垂下來 是不是交一點 又上去 對不對 還是可以符合大於0 那為什麼剛才還不能怎樣 剛才為什麼不能不碰到 因為他是不是勢必要往下才會怎樣 才會連續 懂我意思嗎 所以為了要連續 所以他一定得往下 所以至少會碰到一個焦點 OK吧 如果今天相乘大於0就是代表什麼 偶數根 或者是什麼 0根 就是根本沒有寫 好讓你抄抄 以上這個就是堪根定理 那怎麼用 我們可以簡單的再舉個例子 像如果我令 Apple的X 這個舉例 這個抄不抄 隨便你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 可以有個例子去看一下 畫面可以抄一下 我想一個 哪一個 2X的三次方 減7 減7 減7可以嗎 可以 看 S的地方用多少代 用-1代好了 不要不要 用0代最緊張 用0代 沒有發現它的值值是多少 Apple的0是不是-7 可以接受嗎 是不是小於0 然後再來 S的地方 我們包裝一點好了 用100代 我不管它什麼東西 反正Apple100 一定是怎樣 是不是一定大於0 也就是說0到100之間 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一定會有一個解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可以確切的知道 什麼時候會有解嗎 大家可能聽不懂我意思 我在講這 這是小於0 這是大於0 我們只能知道 在這之間一定會有一個解 但我們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不知道 只能確定他在什麼 0到100之間 所以這個堪跟定理 它只是一個怎樣 只是一個有點像是找範圍 然後漸漸找漸漸找 然後把它縮起來 然後看它範圍在哪裡的一個方式 可以接受嗎 但是如果要直接找根的話 還是要去解方程式 總共有意思 但是它有時候還蠻方便 可以去概括 假如你今天找的範圍很小 可能你找1 找2 對不對 如果剛好一陣一附 那是不是就知道 也在1點多的位置 可以嗎 所以它也還蠻方便的 可以找根 好 就這樣 好 再來 無理儀 我要教你畫畫 請問 LOS s加1 s減3的圖圖 你們會畫嗎 會 好 這個畫圖的技巧是什麼 來我教你一下 你先畫它等於0時候的位置 會畫嗎 來 這個 什麼時候會等於0 你就直接定它為0 對不對 相乘 什麼時候會是0 是不是當s等於-1跟s等於3 我們可以叫s等於-1跟s等於3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0解值 所以我們畫圖的技巧很簡單 先找到等於0的位置 好 好 完了 再來找一個比較大的數 比三大再一個 比三大假如是4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4加1乘上4-3 這是正的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怎樣 右半邊一定是上4 好 再來-1到3之間 你不妨可以試試看 你可能帶0 我先算一下 0加1 0-3 是不是一正一負 1乘以負3 所以它是負的 再來-1 很簡單 我們可能帶-2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負的 這也是負的負負得證 所以它的圖形大致上就長這樣 好 很醜 那你地面瞄一下好不好 起吧 老了 為什麼畫這個圖 我都畫那麼醜 同學 那它實際上 是在負1跟3的時候 產生解 也是等於0的時候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圖是真的圖嗎 當然不是啊 是什麼 這是概 大概那個示意圖 聽懂嗎 但是它很貼近真實的情況 OK嗎 那從這邊也給大家一個結果 你有發現 假如它是一次方的話 這個圖形是不是會直接穿過去 可以介紹嗎 基數次方會直接穿過去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今天它次方是偶數次方 大家應該知道吧 這個是不是 在S等於怎樣-1的時候 會怎樣 形成一個拋物線開口向上 會太怪嗎 S的地方用負一代是不是剛好等於0 對不對 然後用其他的值去代入的話 是不是都會怎樣 都會大於0 所以它是一個開口向上 然後我們頂點在S-1的拋物線 那你要發現 如果今天是偶數次的話 它就有點像蜻蜓點水一樣 咚 就彈過去 對不對 可以嗎 就是這樣點一下就過去 就碰起來 那再來第三種圖形 同學你看一下 它的開口 是不是朝上A大於0 但是它的判別式小於0 它可以算一下 判別式1的平方怎樣 我算一下好了 這是一個善良的男人 這是1的平方 減叫4AAC小於0 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與X頭有交點 所以它的示意圖就長這樣 這樣可以嗎 我就簡單的畫一下示意圖 OK吧 好 就這樣 以上這三個圖形 就是我們羅相式的作圖 這是二維培的 好 那我們寫一下形成 四個字 就是激素翅膀會穿過 然後偶數翅膀會碰一下 幫我寫一下 激穿偶碰 這樣可以嗎 我多講一點 其實下面只要寫這四個字就夠了 激素翅膀會穿過去 然後偶數翅膀會碰一下 因為它有對稱性 對不對 代正的代負的怎樣 彷彿都會怎樣 彷彿的值都是相同的 那我們多講幾個例子 假如今天它是不等式 它有範圍像什麼 x-1x-2 然後小於0 來我們觀察一下 1 2 來它開口是不是怎樣 領導性數是正的 對不對 你可以帶帶看 帶3 你會發現是大的 然後介於之間是什麼 是負的 然後再跑到左邊 又會變成正的 可以嗎 它的圖形長這樣 那畫完之後 小於0的區間 是不是只要這個中間的範圍 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 小於0嗎 垂下來的才是小於0 所以你可以解出你的x的範圍 它的解是什麼 就是介於到何之間 那我希望把這個結論記起來 就是小於等於它會在裡面 小於等於它會說在裡面 可以嗎 好 再來第二個 那如果大於等於呢 同學 我們直接用左邊的圖來解釋 好不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畫 大於等於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要大於的部分 分數在兩側 今天我要講什麼嗎 這結論我建議是記下來 小於等於 在中間 大於等於 在中間 可以嗎 所以它的解就是什麼 比大的大 比小的小 S大於2 或者是x小於1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寫出來了 好 會不會太難 沒關係 我覺得有點簡單 國中是不是有教啊 好 你們有國中嗎 有嗎 那真的嗎 那你學一下拜託啦 求求你好 學一下拜託 對 這個就是雙偶碰 然後這個其實很簡單 你就帶直進去 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分段討論嘛 你這個帶一下 大於0 這個帶一下 小於0 這個帶一下 可能帶0 是不是兩個都是負的 又小於0 又大於0 負負得證 所以你的區間是不是就畫出來 那你想要的是什麼 這是小於0的位置 所以就是中間的部分 可以嗎 小於在中間大於往兩邊 好 蘇里爾 這個 我們快速畫一下 先找什麼 先找我們等於0的位置 以後畫就畫很快 負1 3 5 來 領導係數是正的還是正的 是不是都是正的 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一定是右上升 然後雷基窗偶碰都是一次方 所以他圖形就長這樣 可以接受嗎 快不快 超快 超快就這樣 好不好 再來再練一次 1 3 同學 他是什麼次方 是偶數次方 偶數就是蜻蜓點水點一下 所以先額後點一下 之後再穿下去 所以他施意圖長這樣 可以接受嗎 以後你的高次不等次 他可能就怎樣 我要大於0 假如我要大於0 那就是什麼 還有這一邊跟什麼 跟這一邊 所以他解的法規就是什麼 S借意1到3 或者是X大於3 是不是就可以寫了 今天都來講什麼 可以嗎 好 就這樣 這比這個難用 我把它插掉了 好再來下面 我們把它寫一寫 來這裡是1 同學 這個剛才有算過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這一個是不是剛好 開口朝上 然後判別式小於0 他叫什麼 兩個字 可承正 來同學 橫正會不會跟我們的X左右有焦點 不會 不會有焦點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什麼 一個正的數字 可以知道嗎 就是想成一個很大的正的數字 然後呢 乘它就是正的 對不對 所以它跟正負有沒有關係 沒有 跟正負有沒有關係 你正的乘正的還是正的 正的乘負的是不是還是負的 對吧 所以在畫圖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要不要畫 就不用畫它了 反正它就是乘上一個正的數字 所以先把靈界值 S等於1的地方畫出來 再來 極數次方穿過去 偶數次方碰一下 它是極數次方 所以大概就是穿過去 就這樣 這個不會 那沒關係 那沒差 那沒差 反正你就想 原本是正的 乘上它是不是也還是正的 所以就是 可能畫高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示意圖根本不用 根本就不用特別去理會 OK吧 好 這是示意圖 好再來我要偷偷往下 偷偷往下 不要緊張 來一樣這裡是1這裡是3 先把靈界值 等於靈界值 等於靈的位置 現在提要打錯 真的 沒想到 沒想到你醒來第一件事 就發現我們的錯誤 你蠻猛的 好 那我們 我們改一下題 軟頁 寫個4 好 就這樣 來同學一樣 基倉偶碰 我寫快一點 來S的地方 小心 開口朝下 因為它領導係數數是負的 可以接受嗎 開口朝下 那我們要從下面往上的話 偶數次方碰一下 基數次方方 穿過去 所以長這樣 可以接受 它是右向下 怎麼確定是右向下 非常簡單 它領導係數 為什麼看領導係數 你就想 你就X帶一個很大的數字 可能帶10 它這次都正的 帶一個負號數一定很負 可以接受嗎 所以右邊就一定向下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那前面只是教你畫那個示意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畫得很快 那記住這個訣竅 四個字 基穿偶碰 可以嗎 聞到什麼 基穿偶碰 基數次方出去 偶數次方 痛一下 好再來 高次數 來我要開始飄了 來這個 分別是小魚零 然後開口朝上 橫正 好再來 S-1的二次方 好 前面這個不用你瞄它 等一下 我找不到一個可愛的顏色 這前面這個不用你 因為它有成跟沒成 我們畫示意圖來講是沒差的 好再來畫1、3、5 那個根的位置你不要亂畫 然後領導係數是正的 所以開始畫 基數次方穿過去 來三次方一樣是基數次方穿過去 再來一次是不是偶數次方碰一下 所以它的試意圖長這樣 會不會太難 假如我今天要小魚零 同學 假如我今天要小魚零在哪裡 這就變成只有下面的這個環圍 可以接受嗎 OK吧 非常簡單 簡單 來 慢慢來 右邊 看起來好像這個判別是小魚零 可是它實際上你去算 它判別是有小魚零嗎 沒有 不是沒有因式分解 對什麼 不是沒有因式分解 它判別式就小魚零 這個要算算看才知道 要發現它的開口 A大於零 可是你去算它判別式來 判別式是1-4ac 這是它大於零 所以它有沒有根 它是有根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算出來 我們另什麼 s平方-s-1等於0 看它什麼時候等於0 把零界值的尺算出來 所以代工分解 2A分之分加點 分解根號B分解4ac 所以是2 1加減根號 1-4ac 所以加4 所以等於1 2分之分加減根號5 可以接受嗎 所以它可以把它拆解成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善良的男人 所以我把它寫好一點 这根字太粗了 为什么说不了 s-1-5 我就写错了 是-1-5 然后呢 s-1-5 然后乘上s-1的二次方 这都要讲什么吗 这等于是你把它因式分解成这样 可以接受 稍微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做这种分解 但是如果今天要画示意图的话 你是要把根的等于零位置算出来的 好 再来我们要排序一下 它有三个解决 一个是1-2加√5 这个比较大 我们画旁边 √5是多少 2点多 所以2点多加1除以2 大概是1点多 比1大 那再来1-2-1-5是负的 所以我们画左边 2点多 好 再来计算三个 我画完结束拜拜 领导技术是什么 负的 所以又下降 击击穿 然后碰一下 等一下我有障碍 好 碰一下 然后是不是再穿过去 所以形成了一个三峰的形状 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示意图 来 让你画一下 在你画一下 我真正会分享一个小故事喔 就前两天不去叫招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将来有机会 你会为中华民国国家服役的话 能退尽量是退啦 不要去叫招啦 其实我明年还要去一次耶 而且明年还是要去十四天耶 我不如出国 我真的好想出国 没办法出国 我先隔离 那我连去隔离 我也不要叫 我知道 我叫他做什么吗 我跟你讲 他们一进去就说 哎 袁松 哎 不是 他不是叫袁松 他一进去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关节 对不对 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入伍 因为我们是比 看谁先进去 谁先入伍 谁就是学长 不是比关节 所以我是兵 可是连长走过来就说 哎 学长 学长 你要不要抽烟 我 我不要抽烟 他学长 学长 你要不要吃热狗 是真的热狗 让他看我 然后你要去热食部 我说不要不要 他说学长 那你要不要休息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然后他就说 学长 要不然你去 不用操课啦 你去那个榮树下坐着 我一坐是五个小时 安全没事做 你也不能滑手机哦 因为手机要收起来 我去养鸡翔是不是 干 这个超扯的 你原来就是 炮兵 真的 真的 你把炮弹都完毕 长官有关神的 我跟你讲 我们炮弹曾经打到 打到别人家里面 真的啊 我就是一般人 二等兵 一等兵 你有一等 一定的啊 我当一年啊 噢 干 这真的 这次费轻爆炸 费轻爆炸 对啊 就我在龙树 我跟你讲 那我就刚刚跟你讲 我想到一个故事 想到一个释迦宫 一种故事 虽然容易 否不是就在龙树下躺 然后躺一躺之后就悟到了 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躺一躺之后 我的身体就开始离地 你知道吗 就不要 对啊 就坐在那边 就什么事都没有做耶 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下去 抄一下 可以 没有可以抄 你要 这照片都可以抄 教官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叫他说 那你要休息吗 我叫他说 我应该不用抄 他说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要不然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这就是国际的事 那不是什么的 我就带着张固谣坐到那边 一试无诚 去他边 我跟你讲 我带了两本书 大概有 大概每一个都有六六七百 我全部看完了 但全部看完了 就是那个什么 可不可以不要纠结 有一本书叫可不可以不要纠结 干我好纠结 在那边有整天都纠结 其他人有在抄课吗 有啊 其他人就坐在那边趴呆啊 抄课的内容都一样 非常无聊 真的 他有兴趣的话 可以 还有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他会有一个 那个教授网 你知道吗 教授网 就是你可以去查说 你那个要不要教授 或是教授的时间 我跟你讲 千万不要点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点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他最后一行 他会想填个人资料 要去查吗 查完之后 他最后一行 会问你家的柱子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问你家的柱子 然后你也有点过 我没有点过啊 可是我看过人家点 他说 有人说这个怎么查 这个怎么查 查一查之后 他最后要填你家柱子 我就觉得很奇怪 去你家 为什么他填我家柱子 他不就等于是要把教授的信 然后寄到你家家 然后叫你去教授吗 这样改年我其实 好恐怖哦 因为国家 就是个黑王 好不好 好啦 简单分享 来 接下来我写一个说例 国民党哦 国民党 要选党员 500个党员里面选出11位理事 蛮符合14的 然后500个人 一票互选 然后不能有废票 什么叫废票呢 就是你不能把他 不能把那个章 盖在人家脸上 也不能把那个票撕掉 所以一定会有几票 500票 那有个党员 如果要选上理事的话 至少要几票 同学 难不难 国民党员 国民党员 大家会吗 来同学 我们如果什么都不会 好啦 我可以破题哦 至少有几票 我就假设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就假设至少X票 这样可以 可以吧 那怎么样叫 至少一定会选上 是不是就每一个 讲到11位理事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那每个人都选上了 那是每个人都最少票 是不是至少都X票 所以是不是就有11X票 让他们接受吗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拿5 减掉11位理事 至少得到的票数 那剩下的票数 可以比其中一位理事的票 还要来得多吗 他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是不是很老口 再讲一次哦 就是啊 11位理事 XXXXX 是不是有11X票 这样可以接受 那你剩下来的票数叫什么 是500000XXX票 请问如果剩下来的票数 比任何一位理事都多 那他是不是就当选了 对不对 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吗 不行 所以才叫什么 至少得到票数 就可以当选 你也懂吗 所以呢 这个条件要怎样 要小于哦 这个要稍微思考一下 但是其实不难 让我写一下他的中文是什么 剩下来的票数都比任何一位 任何一位的理事的票数还要来得少 这就叫当选 理事 这写什么写 当选 当上面有没有一盒 好谢谢 到底有没有 当选有没有那一盒 当选当有没有那一盒 哦没有没有没有好吓死我了 好这样可以吗剩下的票 好那我们简单算一下 可以得到12x 要大于什么500对不对 那x算一下 就大于500除以12 4451 所以41点多 那11点多 那票等下都是正整数嘛 所以我们取42票 所以x取42票 来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可以哦 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笔很细啊 要不要粗一点 我就知道你喜欢 那这样可以吗 那会不会太粗 我跟你讲完真的没有用过最粗 最粗到底可以多粗啊 有100 哦好像还好什么东西 那很粗了啦 大家想多粗 同学 同学大概我觉得10差不多吧哦 你才细哦 好来 4个票 好再来第3个 来同学 二是不等 是我刚刚有没有挑 有 没有乱讲 有啦 所以小于等于在什么 在里面 大于等于在两边嘛 但同学 你喜不喜欢这里有副号 那我们把它遮住是不是就好了 白痴哦不行啊 我很感激 那我们可以调整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 让我们的领导系数为正 领导系数为正 因为这样子好像比较好处理 我就不用再去参加其他正副号 领导系数 我们希望它是正的 好 这是一个小绝角 所以调整一下哦 只要让领导系数变正 乘以一个负号 所以就变成s平方-x-5 同学 乘以负号不要忘记哦 要变负号 是不是变小于等于0 来 这样子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再做什么 就是因式分解 那这个我会分 这个我会分 不行啊 这个整个公式解 那我们偷偷算一下 不要被发现哦 2a分之 负b加减 减 音效 没有哎 我都去看被纠结的勇气 每个人都跟我亲爱一本书 因为他们都觉得很纠结 我你以为有人会在专山市下 Tages 降级 后来没有 专山市我们只能发呆 fui 沒有像是沒有像是 我講像是 我覺得它什麼時候等於0 那是一個是正的 下像前 沒有啊 去那個 你不知道 我想說你怎麼知道 來同學 引導係數 這樣是不是直接畫右上升 好斷畫完了 那你要的是哪裡 寶貝你要的是哪邊 說 你要哪邊 不要嚇 你要的是不是中間這一部分 可以接受嗎 可不可以 可以嗎 這是不是介於兩者之間 同學我們剛剛說就講 小1等於在兩者之間 所以它正的範圍就是什麼 x小1等於2分之-1 寶貝1-21 然後呢 介於1分之-1加-21 會在哪 想個屁 有個簡單的 對吧 你有沒有發現做法其實都是大乎小異的 好不好 來下面這一題 自己做 好了我做一下了 我有點擔心 那我慢慢寫 你可以寫的比我快點 就直接寫了 不要等我 乘以負號 s平方寫的x4加6 記得變號 所以是小於或等於0 這樣可以接受到嗎 全部都弄成一樣的嗎 那這可不可以音式分解 好像可以喔 好像不可以喔 不行嗎 這解出來應該是小於0 同學 這一個 算一下 它的判別是多少 1-4AC 同學 這小於0 會不會有等於0的時候 不會吧對不對 然後領導係數來親愛的 它的領導係數在哪裡 是不是向上 所以開口向上 然後呢 就是又不會碰到 可以接受 然後我們畫一下這個示意圖 領導係數向上 然後長這樣 大概就是示意圖 可以接受嗎 但是你要的是誰 你是不是要小於等於的 你有看過他小於等於嗎 他小於等於的地方嗎 全部都在X度證上的 所以他是橫證 同學那答案到底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5階 大家聽懂嗎 所以5階 算了 不要寫得很帥 好就這樣 可以嗎 那這個是什麼 你不是說因為沒有那個0嗎 是嗎 很強 怪怪的 就是看5號用的機會 好 來 所以 流程是什麼 現在我們要寫的時候 手要係數 手要係數 就是什麼領導係數 要正 正 同學其實不正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是我們習慣了 領導係數是正的 比較好處理 聽得懂嗎 因為你說老師不正怎麼畫 不正也沒什麼 不正的話就是從 右下角開始畫 對不對可以接受嗎 所以領導係數是不 好去畫 你會發現一樣結論 那再來呢 先找什麼 靈界值 所謂的靈界值就是什麼 先找等於0的值 那我們講好聽點就是什麼 靈界值 他說等於0 那大於的就畫上面 小於的就畫下面 其實這好飄逸喔 然後呢 大於0在正 小於0在副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廢話 真的有點廢話 他右邊還有人想要再畫一個圖 大家想要畫看看嗎 我覺得有點智障 算了 我們不要畫好了 因為我們上次畫那麼多了 我們這個就跳過了 我們不要畫了 好 好 再來立即的話自己回去做一工 這個就不講了 我往下囉 不行要叫喔 不行要叫喔 我們可以等你一下 再來我們來看球姐高次不等次 高次不等次其實跟二次三次都是一樣的 OK嗎 一樣手要細數要找 好 幹 幹 好我們給他看一下 放大 不會不會不會 這樣可以嗎 這是國文考幾分 11 喔 你失去人身為一個台灣人的資格 幹 好 再來 11很高 走 你們知道六加這次的數學蛋考評寧幾分嗎 我都全校的 沒那麼爛喔 好像30 37嗎 6高 37 36 我忘記了 30 我忘記多少 我覺得很誇張 我記得六加的那個老師都把他們當成那個什麼 就把他們當台大學生來考試 這就像英國在B 不是不是我覺得不是難不難的問題 師父老師我病 我聽過最慘的一屆喔 就六加有一次好像他們段考成績是平均17還是19 我忘記了 某一個分數 全校的平均喔 這有多誇張嗎 你不是講話我以為是20分 你知道嗎 真的很誇張 把他當英文作文再改喔 真的 林介子 當然一樣 你看 不要再畫一次 同學 這個要畫嗎 這我們直接寫立體去感受一下 好不好 我們先切點了 不要畫了 這有畫沒有畫一樣 來同學 林介子是誰 是s等於負1 s等於2 跟同學 這個是什麼 是領導係數沒有正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調整一下 它是不是就叫做負x加3 那我們調整一下好了 我們調整一下 乘一個負號 來 乘一個負號 乘一個負號 s加1 s-2 乘一個負號變成x-3 那記得要變號變成大於0 來 可以嗎 我是有調整的 我是有調整的 我乘一個負號讓它變成大於0 這樣可以嗎 我可以看一下喔 寫到後來你就發現 剛才就很簡單 數學 好 再來呢 我們要畫高速度的圖 那我們先畫 負1 2 3 把零介子畫出來之後 雞穿 會穿嗎 會穿嗎 是不是都激素翅膀 激素翅膀 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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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完之後還沒結束喔 你要的只有誰 你是不是只要大於0 範圍 之後呢 我們用不同顏色的筆 來把大於0的圈起來 所以是在這一邊 還有在什麼 在這一邊 這是你要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畫的喔 好 那不要忘了 這是空集合喔 中間這是空集合喔 中間這是空集合喔 還是畫一下喔 這樣 老師你要解當了 還是我用你們國中的這樣子來畫 因為國中我是畫的像音符的符號 這樣可以接上嗎 因為它沒有等號 所以是空集合 那就可以寫它的解喔 所以它解釋 也是XW3 或者是什麼 X介於-1到2 那可以接受 這很簡單 對 我也覺得很簡單 好不好 就是要去習慣喔 第一次開始畫的時候 你會覺得怪怪的 後面知道機穿我碰之後 全部媒體都直接秒殺 那習慣上 我們會讓領導吸出是正的 都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再來下一題 這個是不是看過好幾萬次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就直接來囉 你要發現它判別是小於0 然後A是不是大於0 所以它狠什麼 是狠正 狠正的話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示意圖 不會 反正就是這個數字 對不對 乘上去就是正的 正的乘正的還是正的 如果你原本負的 它也不會改變 就是負的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沒差 可以忽略不看 我們可以不理好它 再來 後面這一串 就是我們主要的要畫的地方了 這個等於0會判別嗎 是不是2分之3 然後後面是2跟3分之10 那稍微寫一下 它有照大小數去排嗎 有 2分之3 1.5 2的話就是2 對 然後3分之10 那3點多 好來畫一下 go go 碰一下 沒碰到 一個w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ok 沒有幾次喔 好可以那可以那沒有問題 好那大於0是哪邊 同學這一個 好好好 這一個 好好好 就這樣 這很簡單 簡單到 叫阿嬤來都會 好 那如果你要畫專業一點 就是畫這個空結合 我突然把你們覺得我自己很笨 為什麼 那等於我畫了兩次 欸怎麼這樣 沒關係啊 我沒輸那麼好 好所以你的解就是什麼 x大於2分之3 就我寫錯喔 是小於喔 2分之3 或者是x大於3分之10 那你真的要小心喔 如果今天它有等號的話 好啊同學 那這裡是不是要寫成小於等於 跟大於等於 對不對 但還會有一個 你知道在哪裡嗎 對這個2 可以被忽略掉 要講什麼嗎 所以這個要小心喔 你懂嗎 但是因為大於就沒有 那如果今天是等於的話 中間那個2很容易被忽略掉 你自己段段搞小 好不好 我們畫完梳立字 我們就不要畫了 我們就休息 你問我累了 看我累了 來同學 這個就是一個極致喔 他就是要考基礎某空的極致 反正你只要知道它是基數次方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去調整一下係數 看一下喔 什麼東西 這乘以一個負號 對不對 就可以變成x加3 所以我們先乘一個負號 改掉等一下 x加3 然後s-1 s-5的20 然後s-7的31 也都會真的很感觸 然後s平方加2x加100 同學 乘一個負號 好 是不是小於變大於 好 所以大於等於0 這樣可以嗎 我是個3.2 那樣的人 我們這邊講我做了什麼 這樣子 好做完之後呢 同學你要小心喔 這個到底是橫正嗎 還是怎樣 還是它其實有根 還是要算一下 那我們算一下判別式 判別式是2.4 欸 水啦 我最喜歡橫正了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子就可以不用鳥它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不用鳥它 反正它就是一個正的數字 OK嗎 好 所以你要畫著就只有中間這一串 中間這一串 那我這個幹嘛要寫 好 這個再畫掉 好 接下來 跟要有小到大寫 你不要寫反 先-3 再來1 再來5 再來7 再來1 再來1 3 1 5 7 沒錯 原說都是對的 然後咧 開始 來囉 穿 碰 穿 穿 穿 這樣可以嗎 示意圖 穿碰穿穿 這樣可以喔 好嗎 好 什麼 什麼叫有方向問題 怎麼說 什麼意思 什麼叫有方向 你問清楚一點 我真的catch不到 什麼叫有方向 我先跟你講 我們畫的話 來你看一下 它的領導 因為我們都故意讓它變成正 對不對 所以它右邊一定什麼 就是右上升 所以你就是從右邊 右上升的地方開始畫 基數次方就怎樣 就穿過去 偶數次方碰一下 基數次方穿過去 所以我們畫都會 右邊開始畫都是正的 那都會 如果你今天這裡是負責的 你沒有改變它的大小 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然後我可以畫一下 但是我們習慣就是讓它變正了 好不好 那我可以畫一個 好 那我們要寫解的範圍了 你寫在哪邊 他想要哪裡 就是他想要大於等於0 所以就這邊 然後在哪邊 就這邊 同學你寫這樣就錯了 你要錯在哪裡嗎 還有一個人 就是這個點點啊 它是不是等於物也可以 這個真的我又忽悠 好不好 就是提醒你一下 高色那一天一定要想起 我 睿智的我講過睿智的話 就是這個點 這個 有時候把他再名字 很像那個以前那種菜市場 那種秋霞那種 有數學系 幹 有烏魯數學系喔 大概所以S的解 那我就變成什麼 S那於等於7 或者是X介於什麼 負3到1之間 或者是X等於5 同學這個真的很容易忽略 那提醒你 我們用不同的顏色 我用一個淡淡的紫色 GG的 好 就這樣 來到這邊我們休息 好你看一下 就累了喔 年輕的這麼沒有動逃 寶貝 我們要去囉 沒有去北海道跟廖場 那種滑雪景點了 那個就錢要更多 我們沒有錢 我們是學生啊 所以大部分喝喝看看啊 喝喝 然後笑笑這樣 然後去玩玩這樣子 大部分都來吃 一直在吃 你看田哥就知道了 我錄影了 來親愛的 我們要繼續囉 我們把這個最後 好好玩 好不好 快點快點 來親愛的 趕快給我看喔 我去囉 來同學 這一題喔 你有沒有發現 那左是跟右是長得很像 你有沒有一個衝動 很想把它怎樣 是約分 那你想想看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子嗎 親愛的 可以這樣子嗎 合理妹 行喔 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約分的話會造成什麼 是不是會造成減根的現象 什麼叫造成減根 你說老師可以解釋一下 可以喔 因為我們是善良男人 你像SX-1我等於0 同學 你左右同處X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看你重處X 是不是少一個根叫什麼 S等於0 所以會造成少根的狀況 所以你這一題喔 不可以同處 你只能怎樣 使用一向的法則把它引進去 這就是它的決定好不好 對 要移向 移向處理喔 希望考試在台田你會想起 我講的這句 很有道理的話喔 處理 好 就這樣可以嗎 可愛 畫個表情喔 那一共來 學校 就變成F-2X-3 就變什麼 加3嗎 然後X加5 同學 這下造超 它只有前面這兩坨要合併喔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跟這個合併 S平方-2X-3 合併之後就長這樣 因為是減 所以大小語沒有變喔 好再來這個可不可以 一次分解 猜猜猜看可不可以 我猜 我猜 欸是不是不行啊 還是我寫錯了 這不能 這不能 這不行嗎 不行了 幹 這BPS 那小語靈是不是 喔那就還可以 我想說它等一下還有我 我就要翻點了 來 同學它的判別是小語靈 然後A大語靈 所以是不是很正 要不要量它 不用 就直接不要理答了 就這樣 可以嗎 好再來只看後面 來我們畫一下那個圖喔 我看到G穿我碰不穿 來同學 你看一下它的X的解有幾個 來 小於0是不是有兩個區間 對不對 不對 所以S的範圍是什麼 是X介於-5到-1 或者是G4到-1 同學 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那个时候耍牌吃了 把这个全部都给他杠掉 你的S会有两个区间吗 绝对不会 是不是只剩一个 有两个区间吗 没有 他解出来的解跟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处理 会造成根变少的状态 好不好 他说哪一个是他的解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 -2拍 2拍这里也拍大概是3.14 所以是-6多 -6有吗 没有 那副拍咧 还有吗 拍有没有 拍没有但2拍有 2拍大概是6点多 所以大概是2跟4 这样可以吗 蛮简单的一个题目 行吧 如果没问题 往下 不行要叫 如果你来不及操 你可以叫一下 我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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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学术的殿堂 你把它当成什么神租的殿堂 我会哭 我会哭 不是那个虚拟货币 比特币 对啊 我有买就赔了 赔超多 你不是铁头 铁头是买的 铁头是买的 以太币 我就是被他录 就说颜松起买 我就 没有 买比特币现在是跌的 不过我其他都有赚 所以我还是赚 但是很少 我后来算一算 我玩了两三天 你知道我赚多少钱吗 我给你看一下我算多少钱 你会吓死 铁头上次他赚了好像五千多块 来我跟你讲你会吓死 玩了两三天哦 你知道我赚多少钱吗 你看 25块 那两万五是什么 没有我一开始就两万多 那现在还是两万五 这很扯耶 垃圾 垃圾游戏 现在变17块了 垃圾游戏 不要玩 真的不要玩 我玩了那么久 感觉玩了一个寂寞 一天的薪水都7.5块钱 他大骑大路很快 我压的比较少了 来金半仪 这一题有点屌 这一题为什么说有点屌呢 因为这一题是大考的考题 这一题好像是指甲 你知道指甲这种吗 对对对不是那个指甲 指考甲 所以这一题其实蛮难的 可是这一题 虽然是蛮难的 但是他其实没有难到很夸张 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那带你分析一下 蛮有趣的 他说他现在哪些选项 可以找到一个A 然后使得他满足 这个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条件 来同学 你看到这个一元二次不等式 你有没有一个冲动 有什么冲动 来来来 看到他有什么冲动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丑 有点 但是你看到这个2A 跟看这个2-A 有没有感觉 好像可以怎样 是不是可以因式分解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这就是相乘 是不是有点相加的感觉 2加-A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强迫因式分解 来 X 有一个加2X 所以这对面一定会有个什么 没有个加2 那这里一定会有个-A 今天都在讲什么 然后小于0 同学小于0 一元二次不等式 然后小于0是不是解 介于什么 是介于两者之间 可以接受吗 在里面 小于等于在里面 大于等于在外面 可以接受 所以这一题画出来的图 可能会有两种 哪两种呢 来我示意图画给你看一下 中间是-2 A有可能在右边 所以你画出来的解范围 0的导性是什么 是正的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所以你小于等于会在这边 听懂在讲什么吗 那有没有可能在另外一边 所以A也有可能在这边 所以A也有可能在这边 那我写个APRO 所以它有两种读 可以接受吗 那第一个 -1跟0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A 然后包含-1跟0 有可能吗 你觉得 有可能吗 想想看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老师怎么找 来我示范一题 第一个位这样 这里是-2 这里是A -1跟0 是不是在中间 那你A随便找个数字 你可以找谁 13 可以 4个位 100都可以 我们找一个3 好了 那你画出来的图书就长这样 那就可以能够我们的-1跟0了 大家可以接受吗 所以1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选1 那再来呢 所有的正整数都可以吗 同学你觉得可以吗 行哦 为什么 因为打电话 再来第二个 怎么样 确定所有正整数不行 你看 假如今天 你把它画出一个值 叫A好了 你说老师 那我假如你看1,000 你看1,000够大了吧 但是它绝对离所有正整数还差得远 对不对 不论你找谁 它都一定怎样 都一定A画上去就是一个定值 那我只要怎样再多一点点 是不是就超过了 可以接受吗 所以它不可能画所有正整数 因为A是一个定数 所以它一定会被超过 这样可以 所以2不行 这听一下就行了 再来一样 所有的负整数 它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A 把所有的负整数都画完 就有可能吗 不行 正的你往右画做不到 那负的你往左画是不是也做不到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更小的在左边 你听懂吗 可以接受 所以它不能包含所有的负整数 所以3是错的 这个我就不画了 再来第四题 同学 97.2008 你不管它写什么 只要它是一个固定的固质 那我A可以找得足够大 然后超过它 所以4是可以的 好就再这样 我这一题我写一个 你可以let 你的A是多少 2009就做到了 好 再来 互拍跟拍可以吗 这是一个数字 而且3.1是多 可是你会发现它做不到 为什么 我给你看 因为A是不是要码是这样 要码是这样 可是你的一个拍在这 一个负的拍数在这里 同学 有可能同时达成吗 不行 你要码是不是在这个区间是解 要码是不是在这个区间是解 你不可能同时成立 懂我意思吗 因为它一定要穿过负2 因为负2是它的梗 可以吗 所以5也不行 5也不行 好 你可以画一下 那这一题是一个题指甲的题目 但这一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难 那它难的地方是什么 可以跟你讲一下 就是这一步 第一步 强迫因事分解 有些人看不出来 那怎么确定它可以强迫因事分解 第一 它长得够丑 有铁头 但是它长得够丑 长得够丑 然后怎样 你可以试着强迫因事分解 再来看有没有相成跟相加类似的形式 有吧 对不对 你就可以试试看 好不好 那一定可以吗 不一定 但是是一条路 好到这边 没问题 我们要偷偷看金犯2 金犯2非常简单 谁写 大家这我写 我把你写 我写一次 大家同学 你看ABC 然后写出1 你会不会觉得麻烦 有点麻烦 那你可不可以逆着写 可以 同学 还记得吗 1小于X小于2 如果今天要去写它的写单位 那你是不是可以写成小于1等于 是在两者之间 来跟你一下 这样可以接受吗 来看一下 可以这样可以吗 那同学 小1等于在两者之间 那我问你 它跟原本的方程式差在哪里 在哪里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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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在哪里 就差一个A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补一个A 可以啊 那从这里我就得到一个小小的奇事 这个A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大约0 那你把它盛开来 那你可不可以知道B跟C是谁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带进去 你可不可以解 可以 好这是一个做法 还有一个更贱的做法 你就直接把A当谁 你就把A当1 乘开来B跟C 是不是再带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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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因为他敢这样写 那就是A定它为1 有差吗 没有差 听得懂吗 好不好 那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比较没那么贱的人 那考试的时候 我是希望你自己定义 因为真的会好算 好不好 那我是一个比较没那么贱的人 我就乘开给你看 让你欣赏一下 AX平方-3AX 然后加2A 小于0 所以你可以知道好 你的B在这边 代表含义 就是B-3A 那你的C所代表的含义 就是什么 可以用2A来表示 对吧 那你有发现吗 带进去之后 其实因为都用A表示 所以等一下可以除以A 可以随便去除吗 可以 因为A我确定是正的 所以你除了之后 变号问题 我可以确定它是正的 大于0 我会变号 可以吗 那如果今天A小于0 同学你不怕 你只要确定它正负 你就可以除 只要不是0就行 OK了 好 那我们代入 来算一下 B-3AX平 然后 2AX加A 2AX加A 代入 3A 暗心大的 除了 3A 不要不要把我处理负A 这变3X平 -2X-1 小于0 注意哦 我处理负A 所以这里变号 可以见到吗 好 可以吗 那剩下让你自己做咯 我就不写咯 拜托 我救你 算了 算不写完了 写到屁股边的 不拉出来很奇怪 我把它写完 我怎么没有裤子 然后不拉 你刚刚想到什么 没事没事 那个好 -1 -1 1 然后加1 所以是小于等于 介于两者之间 介于-3到1之间 好 这样我们就写完了 可以吗 无够问题 就这样子写哦 这样写哦 这样写哦 我找天前哦 你给我把它写出来哦 好 再来第二小 哦 他说如果是一个二字 大家来得及吗 那等你吗 要吗 要等你吗 我自己也是艺术派的哦 来同学来第二次函数 MX 那解是-3到6之间 同学 他明明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介于两者之间 那现在为什么变成大于0介于两者之间 怎么办 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我们照写 来看哦 我们一样从后面开始推哦 X加3 X-6 是不是小于0 对不对 可以吗 那怎么样小于0变大于0 猜猜看 有点简单哦 有点简单哦 怎么办 是不是乘一个负号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乘一个负号 好 S-6 这就变大于0了 好 大于0 解完 那他说这个叫AppleX 所以我们就令这个叫什么 所以令它为AppleX 那再来 所有S用3去做代入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 就是高次的不等次 对不对 那再去解机穿偶碰 画一画小于0 然后就去解它的解范围 所以又解开了 对不对 肥天小女精有拯救的时间 就是这么简单 那谁干 下来吧 LX 现在要写 U 成L三倍的X S的地方全部写作3X 所以就写成负的3X加3 3X-6 你叫谁 你是不是要写小于0 你就写 因为我是一个善良的男人 所以我们再把那个系数 有代入的 请给你看 S的地方用3X做代入 这样可以吗 就这么简单 好 好 快解决 这系数重要吗 这系数三倍都更重要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直接处 就是杀在这边 2的X加1 然后X-2 而且等一下我用这一个 故意画一个 我没有调整领导系数 给你看 好不好 你调整不调整 大家都会对 那我是习惯调整 我们先解 先解一个调整的 是不是变成S加1 X-2 要大于0 可以解决 那大于0是比 大比小的 所以X大于2 或者是什么 X小于-1 这样可以吗 比如老师 你说要做一个不调整 来 我们做一个不调整的 假如我真的 就是从这里硬干 那我们直接画图 是会画成这样 一样先画0 凝介值-1到2 然后呢 它是又下降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画画 就是从这里击穿好风 大家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击穿好风 又下降吗 好 那你聊小于0的 是不是介于什么 小于0的是不是 不是介于 是在这里跟这里 先读完整的 你怎么发现 还是会得到S大于2 X小于-1 就解 对不对 只是我们刚刚的小于等于在里面 大于等于在两边 有没有这个结论 就没有了 所以我会希望你都统一 你让他的领导系数是正 这样这个结论 你就不理解用 好不好 可以吗 我们可以去想想看 当然也可以 但是呢 还是不太希望你这样子做 好 就这样 太简单了 对 又来了 又来了 哇 这看起来好像你 有一堆白痴被盗 同学 最近 真的是有一堆白痴被盗 对吧 谁啊 我看一下 女生吗 对 对 超多人说 你看起来好像你 没有 这影片都在那里吗 啊 完全是这样子 啊 你变了好多 我有点进去 你是北七 我点进去 然后发现 哎 看我是解底字不对 就出来 你就到处送人家简讯 对啊 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要诈骗的啊 MV诈骗 然后你的账号又要重新办一个 我跟你讲啊 真是只有国生会被骗的 我还没看到高中生被骗的 还是第一个 刚才你是第一个 我刚刚刚看到被骗的 那你在国中的时候就遇过了吧 没有 国中就遇过 真的假的 那你生活的环境很友善 对啊 我 来 第三个 就 简单啊 这个第三个蛮重要的 第三个我不解 但是我跟你讲 他的下手怎么写 现在的 一个方程式 然后呢 他说有两十根 所以你会想到什么 这判别是大于零 那我先了 好 来我们先写 所以咧 第一个两十根 就是有两足结 所以判别是要大于零 然后咧 我们写一下 你会得到 哎 怎样会讲 不要紧张 这个你们没有教 就是你们现在到高三才会讲 不过我就是要教 爽吧 嗯 来 所以是多少 我忘记我讲什么 大于零 所以是什么 没有 没有 哎 为什么就是比那么这么长 你看那个键怎么那么小了 比那么长 那键这么小 B平方 减掉4 A C 要怎样 大于零 我当写就好了好不好 剩下那个结极 来 什么叫够够虚根 我跟你讲啊 就是没有十根的意思 听得懂吗 那什么叫没有十根呢 这判别是小于零 所以直接判别是小于零 就是五十根 这样理解 就叫五十根 对啊 在你们的理解就是有十根 那将来 我会讲 没有十根 没有实力的数字嘛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有个虚数根 硬是发明一个数系 然后去表达这个根的方式 为什么数学家这么无聊呢 同学 因为数学家想做到一件事 就表示所有方程式的自己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新的数系 去描述它 就像嘛 我们一开始想要开根号 所以我们就发明了开根号 就像我们一开始想要什么 数字的连程 那我们这就发明了次方 对不对 就是为了需要 所以产生的 好 那这个跟第一题一样 只是差一个正副号 我就直接写咯 就变态算了 那再第三个 正根 你不觉得哪里再多一点吗 他说是正的 同学 两正根是不是一定有十根 对吧 只是他的这两个十根 是不是又要是正的 那我们可以再多几个条件去fix它 假设他的两根 叫α跟三小 两根 我们说可以用根与系数 再得到一些新的大纹 你有两根和两根根基吗 两个和 是不是叫1分之 a分之负b叫1分之k 所以就是k 发现是1分之负k 所以叫负k 两根基是不是1分之k k加3 a分之c 所以就是k加3 你这样看 假如α是正的beta是正 那你加起来 是不是这个-k 就要大于0 所以他条件更多 听懂吗 所以不仅你的判别是要大于0 而你的α加beta就是-k 也要大于0 而且同学 正正的正 所以k加3是不是也大于0 对不对 所以他的放弃只有三个限制 要特别小心 好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两个副根 有了这样的经验 副根你会写的吗 这一样解得出10根 所以判别是一定大于0 再来第二个 两个相加 是不是一定怎样 小于0 因为是负的 所以这里变小于0 再来两个相成 还是大于0 这样吗 这样可以吗 华贝 可以吗 就写上就好了 这个自己去剪 来一阵一副 这要注意哦 一阵一副 相加是正哪一副 是正哪一副 我脸不见了 瞧不起我 是正哪一副 在休息 你不要再睡了 撑住啊 撑住就是你了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先撑住 来同学 所以你只能怎样 你只能确定 判别是大于0 而且呢 相加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相成一定怎样 是负的 要小于0 可以知道吗 那相加的结果 不知道谁大谁小 我们就不要要写 我们就写我们知道了 可以吗 一阵一副相成小于0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球科的几个条件 那这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都只考前面的这个10根 数根 高中 高中如果今天要判别 那当然是考后面的兩阵跟 两副根跟一阵一副 他有时候跟讲哪一个阵跟比较大 哪一个负根比较大 不一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那个按摩地 我们有一个 我不知道啊 就想按摩都没得按 铁头后来就拿那一根一直戳我 你知道吗 他就后来买一个这个 等一下 我后来不太像 他买一个筋膜枪 它不是电机 它买掉 跟我说什么 你说啊 那个变态 来来来来来 这能吓你了 学长真的有点会被抓 然后再来第二小题 等一下 这样乘小医一定是小医 然后再来第二小题 同学第二小题我写下手就好 好不好 因为它只是要算而已 来 同学你看 这个数字 一个方程是两十根 两十根看到就知道什么 判别是要大于0 可以吗 那两根基的最大跟最小 它会有一个什么 范围 同学为什么会有范围啊 来 你先想 这个东西 你今天知道判别是大于0 你是不是可以先求出一个m的范围 可以吗 再问两根基根 根据根据系数 你就可以写成一个m有关的相关的式子 来 我们写一次 首先 我先把它做一个整理 因为这个没有整理 就变成s平方 然后加上10-2mx 我把系数整理好 加上后面这个常数 哎呀 习惯了 2mx-4m-2 部长这样 可以吗 这是一次项 然后二次一次常数 再来 判别是大于0 亲爱的 你是不是得到一个范围 叫b平方 减掉4倍的a b要大于0 我就问你 请问这样会不会有个m的范围 会不会 可以解决吗 会有个m的范围 解决吗 就是解嘛 是不是会有个m的范围 行不行啊 感觉得到吗 感觉得到 V1波5再次 那你感觉不到吧 有了有波3 直接有 就是直接把它合 因为它这里不是-2m 这不是加10 那应该是加 这应该是加 哦 我写错了 他们都没有人加 其实我是要写加 你有发现吗 你看到吗 但是我那篇没有发出来 OK 同学是加 给它一个加 不要让它流浪 前面这个 这个是加 这个加 好 再来 同学你要两根基 就是αβ 相乘是A分之C 它这里的A现在是1 和C是2m-4m-2 好 接下来 简单阐述一下 你要求它是不是要配方 配方之后 你的m有范围 所以带进来极大极小值 是不是也会跟着受影响 懂我意思吗 那个时候 极大极小值去算就答案 我要算吗 好 我写一下下手 你自己把我回吧 先配方 配方 然后咧 这里的m 有求m的范围 然后咧 再把它带进来 带入 然后 然后 求其他极小值 听懂吗 好不好 这让你自己说 因为它就是 其实不难 就是要算而已 配方 配方 很可怕 配下 配下 2提出来 所以m平 我没有没有看错了 还有开心了一下 我以为它是完全平方数 加1 然后减2 所以多算了2 再减2 所以答案是2m-1的平方减4 这样 那再来 有2m-1的平方减4 所以这里的范围 介于几到几之间 你再等一下再去看一下 就知道了 对吧 让自己做了 好 以上的就是我们的 例题几 例题三的第二小题 好 来看一下 我好害怕 人家都是去做什么 好 听众鱼家 好羡慕 又有人帐号被盗了 这是谁啊 可怜呢 好来 以上就是我们的二提 我们往下咯 行吗 你要呼吸一下吗 要抽个烟吗 学长 学长你要抽烟吗 好 好 来 第四题不用做 第四题你自己看 什么叫横在下面 什么叫有一个 对不对 没事 什么叫横在它的下面 同学 你可以画图吗 我们画个试图就好 假如今天这是一条直线方程式 斜律是不二 所以是下楼梯 对啊 直线方程式 我们叫L 就是L 那里的抛物线要在它的下面 同学 它的开口可能朝上吗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它无限延伸之后 是不是中有一天会碰到 听懂吗 所以它开口必须要朝下 才有机会 所以第一个A一定小于零 好 再来第二个 因为它可能 可能在它的下方 所以你可以直接写出个式子 就是这个带路的值很小于它 就这样 横在它的下方 听得懂吗 然后去解它的方程式 解它的方程式 好 就这样 那它的解答写得非常的完美 好不好 只是它的下手你要写出来 好 我们画个式子就好了 小于零 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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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的值 橫大于我们的抛物线 橫大于Y A等于AX 平加 这小了 L 橫大于AX 平加6X 加A加11 好 就这样 什么叫橫大于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你把它移向过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移向过来之后整理成这样 整理成这样是什么意思 叫橫小于零 橫成零 这个叫横幅 横幅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的判别是 判别是不会有焦点 所以它判别是小于零 所以它感觉好像转换成另外一个意思 可是解决是同样的东西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历史 你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好不好 总而言之 你的A小于零 这个表写错 因为它必须要横幅 要往下 才不会碰到L 好 这是第四题 再来第五题 第五题 第五题 第五题有点容易 第五题 第五题第二题我不错 第二题让你自己去写 我们写一下第一题就好 来同学高次的 来高次了 高次了 高次了 宝贝 来高次了同学 一样ABC位置之数过多 所以我们使用什么法 我们使用逆推法 可以懂吗 从这里我们会去解 那我们可以写出它的方法 根据它的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推出它原本的方程式 应该长成怎样 所以会有一个X 诶诶诶 写不出字来 所以会有一个S加2 然后S-1 然后呢 X-4 是 一定会有三个解 天哪 那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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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变开了 大概就这样 同学 它是不是有三个 三个那个 临界值 同学它有几次方程式 它是不是三个方程式 有三个临界值 所以咧 它一定是都是基数次方 穿穿穿 要不然它不会有三个临界值 你懂吗 好 所以这可以直接挂 好 那右边开口向上 因为领导系技术是正的 然后画上去穿 好 它要S大于等于多少 4 然后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也画一下 我们画绿色 好了 都没有画绿色 我喜欢这个颜色 好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的方程式 这边要写多少 就可以判断了 是要大于0 不要忘了 还有等于 这样可以吗 知道要讲什么吗 比如说画完之后 你要的范围 是不是这里跟这里 那是不是就等于 你是要上半步 大于等于0 是不是就可以写出 这个大于等于0 出来了 刚好不是他 听懂吗 好 那之后咧 你ABC的值有求出来吗 没有 我怎么要求出来 那你知道怎么求ABC的值 其实不难 你把它承开来 它有一个值 叫副8 你以为它是故意写的 不是喔 它不是随便乱写的 它如果写-16 ABC就有不同答案 所以这个常数 只要让你看 最后常数箱 有没有稳 贴动我来讲什么 好 那我把它承开来做整理 好 这个Tribute的动作 就交给你了 我就慢慢承 这样你给我承喔 你不承我会承起 好 我心算一下好了 是一个懂得利用时间的男人 你叫我新竹罗志祥 他没有犯我操 不要再找一个东西出来了 好了 我算了 X的三方吧 然后-4 然后加1 所以是-3XP 还有喔 没有没有 然后-4X 然后-2X 所以是-6X 再加8 大于等于 同学 是吗 当然错了 错在哪里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他是小于等于 你是什么 还是大于等于 所以应该要乘以谁 -1 那如果今天这里是什么 今天这里是16 他这里是-5 是不是在-2 所以他那个是真的有意义 他不是随便给你有 那常数项就是要确定ABG的值 要不然会有很多答案 可以吗 好 所以乘以-1 几位所求 -3 加3XP 累了喔 从来都是学生喊累 都没有人关心过我们老师 没有 没有 我还可以再撑 我肚子好饿喔 我现在饿到肚子在一跳耶 好饿喔 我忘记吃晚餐了啦 A又写出A了 好可怕喔 好解释好累 那真的好想吃饭喔 为什么都没有女生 然后跟我约去吃饭 那真的 可以不要付钱喔 可以不要付钱 我有提到这种 我们刚刚说比较技术 就可以得到答案 好 OK 来 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讲的非常非常地仔细 仔细到我已经受不了了 还细了 刚才分享 真的很仔细啊 仔细到我已经不知道 我这也干嘛了喔 这是你上礼拜五出的作业喔 给他一个赞 拿发尾我分解一下 给他一个赞 不是啊 他上次问的超难的耶 上次 上次那个竹中的那个老师喔 他们自己有成立一个数学的班群 然后他就问了我们学生一个问题 竹中的老师 数学老师在班群问数学 他说有没有谁哪位同学 会帮老师解这一题 他问的题目就超难 因为他们老师不会的题目也会问班群 那有时候我们就要帮他解 我跟你开玩笑真的难 好 好 再来第二 不要做 这个 讲笑了 有点 第二位做做吗 那你去试试看好不好 你就是一样 这一个东西 那你是不是可以逆推 然后用刚才方式 就可以写出方程度 可以知道吗 然后再去找 可以吗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他这里有说最低是几次 宝贝 这个最低次方怎么看 你可以看这里 这里有-1 有-1 有-1 有-2 同学你画出来之后 你看像这里最低是几次 这有三个根 所以他最低几次 是不是三次 可以接受吗 行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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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一下图 我画完这个图 我们休息一下 这里是-1 然后这里是1 这里是2 同学大于0 等于0的解 有这三个 那我们画画看 s大于2 所以这里一定是正的 你怎么知道 不要说要大于0 然后呢 或者是1 要-1 我先画一下 是长得怎么样 同学这里就是一个诀窍 这个要下去还是要上去 你有发现-1完之后-1是不是也要 是这样子 1到-1要 这里是不是也要 所以他要怎样 要上去 可以懂得讲什么吗 这就是一个诀窍 就是小细节 好 这是AppleX 然后大于等于0的解 就是我刻意画出符合的范围 所以在这三段 那你看一下这三段 你感觉到它最少几次方了吗 穿过去基 基穿偶破吗 所以这里一定是一次方至少 至少一次 那这里至少几次 两次 所以1加1加2 所以是不是4 可以介绍吗 所以它至少4次方 可以 那它有可能是5次吗 impossible 可以再误语看 假如今天是5次 来同学 每加一次 你看 假如今天基穿要再怎样 再有可能的解 是不是有可能是3 对不对 穿过去有可能是3次方 所以是要嘛就加2 那opon是不是要opon也是加2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加2加2再加 所以有可能是5吗 不可能 它下一个就是6 多么意思 ok吧 B是出 好不好就这样 好 这边我不行了 来让你们休息一下 要抽烟的去楼下抽 不要在这边抽烟 好 没有了还真的抽 来 现在我们要继续了 我们现在要上新的东西 好不好 直线可以吧 你 我给你们了 好不好 看一下你很笨笨 好不好 那我们先从点点开始 再讲直线 那点的话 主要是要先讲解一个 我们以前就用过的公司叫 哦 跟你同事是 哎呦有一下吗 哦 有啦 有教吧 有教吧 像第一个点跟点之间的关系 像我们如果求取距离的话 距离的话 我们郭文哥都知道吧 是相减 然后雷 平方相加 哎 词错了 改一下 讲义打错了 这是相加在开通号 有印象吗 可以吗 s-sy-y-y 平方相加开通号 哦 这很简单 那就是终点的话很简单吧 也是去做一个平均的动作 相加除于2 好不好 这个也不用特别说明 那这来呢 如果今天是分点公司的话 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 是交叉相乘除等份 可以看到吗 交叉相乘除等份 这个吗 那我先写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证明 写比较随心一点 他说APP贡献 来来来帮我写一下 APPB 然后假设这个座标S1Y1 把Q写大一点 然后这是XY 然后这是S2Y2 那你想要什么 就是想要中间的XY P的座标 假如APPB是NN 来这边可以吗 可以吗 那我要怎么做 一微微的时候就写过 不然直接写了 我们写个不严格蛮鸟的 我们再写个小一点证明 来看一下这蓝色这一段其实在求什么 这就是S-X 这个可以把它加上成有个指导三效型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一段是不是就是X2-X1 比较大的减小的 比较大的减小的 然后你看高是Y2-Y1 这样可以吗 我问你 就很简单了 那你要求这一个的X你要怎么做 多强啊 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微的 你会发现 就等于是这个座标叫X4 然后这个座标是X1 只看X的话 那这个座标它就是X2 是不是这样 可以接受吗 那你会发现大的 中的最小的 中的减小的 那是会等于我们的N加N 比上N N加N 比上N 相似的事情 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把它想成平行线 结比离线段 所以N加N 比上N 就是等于X2-X1 比上X-X1的值 可以吗 那我们把X分量写在我们的左边 所以X2-X1 比上我们的中等分X-X1 它会等于总共的N加N等分 比上N等分 那你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那可以吗 大比小的大比小 那再来同学 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求出X的表示法 因为最后想写P点的XY 对不对 那你交叉相乘整理一下 你就会得到这个题目的答案 这个结论分 来写一次交叉相乘 就是N加N倍的X 然后减掉 我就算这个 减掉N加N倍的X1 然后等于N倍的X2-N倍的X1 来亲爱的 仔细看 -NX1 这里是不是也有-NX1 对不对 是不是消掉了 可以吗 那这里是还有个-N倍的X1 你把它移向过来 所以就变成了N加N倍的X 会等于NX1 然后加NX2 就再把N加N给它除下来 所以得到X就可以写成N加N分之NX1 NX2 来比较一下 看它前面的形数 是不是长一样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那其实就是真的去试试看 然后写写看就写出来了 那Y做法一样 我就不写了 那Y怎么做 很像 你在这边做一个水平线 一样 N比N 你自己比你看 可以吗 我就不写了 所以它的结论就是什么 交叉相乘除成分 交叉相乘除成分 假如总共这里叫APB三个点 那这里是N比N公式的话 交叉相乘除成分 N倍的A N倍的B 再除以中的分分 N加N 那这里的A就带什么 S1 S2 S1 Y1 这里的B呢 就带S2 Y2 可以吗 就各自各自算 好了 操一下 可以 你看看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为你 我每秒声音再讲一次 你能不能听不懂的 我不是有少一个人在旁边啊 你不能唱 许 native 靠命 你没有梳哦 对 对 靠命 你看 我都讲了一半了 他都要告诉你 不要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不行了 怎么做题目 我们下面就有一个题目了 我们练习一次 交叉相成除等分 那你要看清楚文字叙述 有时候你代公式 他有没有讲这句话 差很多 AB两点作别 P在AB上 所以这个P一定是什么 在AB的中间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线断 但如果是直线的话 可能就会有两个了 要特别小心 来AB比P比1 2比1 看一下 扩P点作标 我们画个示意图 这个随便画的 交叉相成除等分 所以P点作标 就可以写成什么 3等分 2加1 可以写2加1 然后2倍的B 交叉相成 1倍的A 再来把我们的AB带进来 就可以写了 所以是3分之2倍的B点作标 叫2-3 再加上3分之1倍的A 就不要叫-1 但你在算的时候是X跟X算Y跟Y算 对吧 他们是各自独立运算 你都太单行 所以就变成3分之4加3-3分之1 所以叫-1 就会错 是叫1 好 再来下一个 3分之6 然后跟3分之1 3分之6 3分之5 好 这样我们就答应出来了 这样可以吗 存带公式 好不好 好 等你一下下 然后再装个雅 所以聚成周年庆 我跟你讲 又有一个老师又去疯狂购物 现在聚成周年庆 看到谁有去买东西 那个人就特别的有钱 你知道是谁吗 P 不对 是Chris 你知道他去聚成周年庆买什么吗 大家都去买衣服啊 包包 你知道他去买什么吗 乐高 不是女人 没有那个东西 乐高 他很喜欢买乐高 他家的乐高 噢 干啥 他堆起来 能堆的那个房间的空间 比我们家还大 你知道吗 真的很夸张 他还有买那个过餐车系列 真的真的很扯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玩乐高 吃米料那种程度 我曾经因为他 他玩乐高 我后来就没去了解乐高 因为我想说 干最好是 就是 就是有没有风靡吗 就很好奇去看 结果我还看到有 专门的乐高节目 教你怎么评凑热高 然后还有那个奖金比赛 然后奖金什么 100万美金什么 干啥就超测的 这个把他赛 玩个鸡目 也可以完成 有100万美金 真的 厉害 下数学没有 下数学 第二笔 贡献 贡献就贡献了 然后AC比CB 3比2 宝贝 你看到没有 考试的时候 他还跟你讲这句话吗 你觉得会吗 不会吧 他有两个CAS 你要小心 因为刚才是说在AB上 线段上 所以他会在中间 如果在直线的话 就会有其他的答案 像这一题没特别讲 来我们画两个示意图 你自己把它写完 第一个有可能是C点在正中央 3比2 这是CAS1 再来CAS2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这是A 这是B 然后这是 这是 这是 我好像画得不够 CAS1 这是C 你看 3 3 比身上2 有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 实际上他要算的是什么 是C点是2比1 你要再上去看他 可以吗 2比1 可以接受 我们要算的C点 有教你外分点公式吗 没有 我们都只会内分点公式 那怎么办 来同学 我就算第二小题就好 第一小题自己带 我们一样用内分点去算 只是我们中间线变成了B 所以我们要由B点出发 三分之 交叉相乘了一倍的C B点多标 然后加上两倍的A 交叉相乘两倍的A 这就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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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等于好了 那我们其实要求C 最后再一项法则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得到C可以写成三倍的B B减掉两倍的A 再把我们的值带进来 B叫45 然后A叫23 可以接受吗 OK吧 其实还是用内分点公式 只是把它看成是B的内分点 之后你想求C 那我们再怎样 一项法则即可 你不用特别为了这个还去背一个公式 会显得很智障 其实也不会 就是很怕你背错 因为有些老师真的会教 但是我个人是真的不希望你背 因为背一背每次都有人背错 因为外分点公式是用减的 好以上这就是例题二了 例题二我就不算了 我就写一下这样子就好了 再来第三 慢慢移 应该可以吧 来角分线 给你A给你B 然后给你C 三点点坐标 角A的角平分线交B C与珠 为珠点坐标 这题其实比想象中的简单 但运用一个国中的小性质 当这个是角平分线 AB比上AC 是不是内分比 它是会等于底边的B珠 比上C珠 可以接受吗 嗯 你写一下 等于B珠 比C珠 这内分比 可以吗 这个有交吗 这不可能没有交吧 它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贡刀嘛 对不对 这我就不写了 好那再来 你把这个AB的长度算出来 一个是10 一个是10 一个是5 你怎么那么厉害 有个游戏 这方便列完了 两点相减 然后平方相加开更好 那所以它的底边数是2比1 亲爱的 春典公司会在吗 干 赶快说会 好那你自己算 不会就要练习啊 没有 第一算啊 这个也要有人在教 那你教你朋友的时候 会叫老师教你吗 老师教不到 不是啊 自己来好不好 DIY啦 DIY你也觉得 你这很下流耶 那你当时如果DIY 你都觉得很变大 那特立物不是要倒了 对啊 对啊 来加上江城哦 所以租点图标 就是可以写三分之二倍的C 加上三分之一倍的B 可以可以接到吗 自己算哦 自己算哦 来给你10秒抄抄 抄这个啊 我这个过程抄下来 最近好想买新的电脑哦 最近好想买那个 买一栋新的那个 新的房子啊什么的 为什么买不起哦 我后来才发现哦 有些人买越南新娘 哎 不要讲说 就是有些人 就花50万 然后跟越南新娘结婚 他们竟然会因为害怕 然后不让他们出国啊 他们不能让那个越南新娘 拿到那个台湾的签证 结果是什么啊 我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 不知道 因为铁头后来有研究过 我后来跟着听一下 铁头最近在研究一下 哈哈哈 他应该要请越南新娘了哦 因为他们如果有台湾的签证 台湾很多国家是可以直接去的 他们就直接可以出国 他可能就回越南就带不回来 哦 可是如果今天 你没有给他签证怎么办 他就要去那个越南 先去办临时签证 才可以跟你一起出国 这样子他就 就有那个时效性 就必须得回来 啊 铁头想的好多 好气哦 哇 铁头真的搞不好 真的有一天会去决南新娘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决南新娘 决南新娘其实真的 也没有不好啦 我想铁头可能真的会 可是有一次铁头喝醉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我一直觉得很害怕啊 他说 袁松 没有那么多表情啊 他说 袁松 我是不是其实 不喜欢女生 我就觉得很害怕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坐在我车后座 然后抱着我 说先啊 先啊 先啊 你不要这样 他在这种吓死 他有一次喝醉酒 找到他那个路边 然后叫我去载他 然后他载回他回南的路上 他就说 袁松 我真的不喜欢你 没有啊 他后来 他后来快到家的时候 他有捕述 他说 我是不是没有喜欢人的能力 他一直是这样 可是刚才我讲的很害怕 整路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抱着我 好可怕 我吓死我了 我还在那里面 我跟你讲 铁头真的是 坐在你后座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他有什么你知道吗 肚子 对对对 他的肚子太凸了 他们没有想看到 再来 跟公司讲完了 这个点的 那再来我们讲完就要讲什么 再看 看一个人叫 要先 等下就要先 那在高中的指线方程式里面 我们是用斜律去描述的 可以吗 那什么叫斜律呢 就是倾斜的程度 倾斜的程度 在一定 那个一定方面上 也可以代表一个三角比 所以有时候三角函数跟斜率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可以吗 好,那我们先来看它的定义 我们怎么定义它的清晰写程度 叫Sy Sy 那你帮我写一下 就是水平和是千值的B值 千值 举个例子 来,我画个点 它现在是A跟B 来,我举个例子 假如这是A 假如这是B S1Y1 它是Y1 对,然后这是S2Y2 同学,你要算它的斜率就是什么 S-S 然后分支什么Y-1 为什么咧 我们要算的就是它的水平分支千值的比 对不对 这一段是不是刚好就叫S2-S1 这个是不是叫Y2-Y1 可以写什么 所以它的笔值就写成这样子 可以接受 那你不妨帮我思考一下 如果是同一条直线 那我们取的点不一样有关系吗 假如我取的是C点 请问问它的倾斜程度会改变吗 不会 你说老师那这个现象有什么解释 非常好解释 来,你看 对,没错 你不错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画一个三角形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小的triangle跟大的triangle 你有没有发现相似 边长是会呈比例 所以它的底跟高的比 是不是形成定值 这样子比这样子 也会等于这个比这个 可以接受吗 所以只要在同一直线上 它的点就取两个 它的斜率一定是一样的 可以接受吗 这个也顺便讲了一下 为什么怎么取绿 它的倾斜程度都相同 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节律的四大事项 我们真的算一次 假如它是从左下到右上 来,举个例子 什么东西是左下到右上 假如这个点叫11 然后往右上 可能右移一个28 B点叫23 然后右比较高 就叫2好了 32 它的斜率怎么求 来NAB 我们先从N来表示 AB就代表AV之间的斜率 S-XY-Y 3-1 2-1 同学答案是叫1 2 可以接受吗 它是大于0的 所以你得到一个小启示 就是左下到右上 则这个斜率是正大于0 可以吗 可以接受 那我自己的技法是什么技 我就是把它想成 我人站在这边 它是一个上楼梯的感觉 可以接受吗 好,上楼梯 小朋友上楼梯 好,再来下一个 我们也可以举两个点 作品来写一下 假如有一个点叫C主好了 来,举一个 这叫1,向右 所以X应该变大2 向下,所以XY变小 所以叫0 来,S-XY-Y 同学,其实你拿C-猪跟猪-C有差吗 有差吗?没差 好,答案会一样 为什么? 这样可以自己试试看 像来,我拿C-猪好了 是不是1-2 然后1-0 靠我 我已经全部都是数字了 甚至变成-1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1 同学,只要从左上到右下 你看到右边的开口 如果是朝上 那就大于0 朝下是不是就小于0 跟我们之前的领导系组法则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是蛮好记的 可以介绍吗? 仿佛有一个人在这边 他是不是走向大坡 下楼梯 可以介绍吗? 我自己记法 我觉得蛮方便的 好,再来水平线 来,水平线有没有斜率 我们来看一下EF 大概来个10 然后再30 都可以了 30 所以EF 是不是就变成S-XY-Y 它的水平的斜率是不是就刚好是0 对不对? 所以0就代表什么? 就是它没有倾斜程度 就是一条平换的大道 可以吗? 那不论是斜率正或斜率负 其实都会有斜度 懂我意思吗? 如果今天不看正负的话 它其实就代表倾斜程度而已 OK吧? 2跟负负是一样斜 只是方向不一样 好,这是斜率为0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个牵垂线 看一下 牵垂线 A,B,C,D,E,F,G 对不起 H 好,0,1 然后往0 来个组织 好,来 M,G,H 是可以写成S-X A,T,A,T,A,I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0不能解0 放在分母 对不对? 所以存在 好不好?帮我写一下 斜率不存在 OK吗? 好,以上就是我们的斜率的四个大方向 好 好 上以后会看吗? 可以接受吗? 以后看到这样 下楼梯 邪律就是負 以後看這樣 上樓梯 邪律就是負 以後看這樣 平緩的大到 好不好 邪律就是零 好 找找找找 是什麼 遇到好多人啊 遇到沒朋友了 老師你不要亂 這怎麼會被人家抓啊 這很可怕 我會被人家吃 我原本以為是開玩笑 到後來我就看今天當真 好可怕 來 貢獻及平行線 邪律相等 同學剛剛有沒有一個睿智男人才跟你講過 為什麼 相似啊 就我啦 幹 來 畫一下 好 我們就畫這一次了 貢獻 A B C 來 你看 A B 跟 A C 就好 我覺得歪歪的 是我錯覺嗎 好 我就過去畫這一次 好 哦 厲害 來 這是相似 好 相似 可以比值相等 好不好 我就畫個箭頭 大家應該就知道了 那平行呢 同學 兩條線平行的話 斜律當然傾斜程度也一樣 怎麼說不贏呢 very very easy 來 UCC 來 我們畫個大的 Triangle 你看看 誰一個比誰一個 這也等於小的比小的 這要講什麼嗎 可以嗎 他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他們的清潔程度 好 讓你畫一下 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就再美畫一下我們的課本 這樣可以介紹嗎 我覺得那麼難 所以不要人家問 你都不知道 就一樣啊 稍微畫個圖就可以解釋 好 再來要講垂直 來 垂直怎麼寫 來 我畫給你看 垂直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斜律相乘會等於-1 那我們有一個比較猛的方式來講 我覺得這樣講太好 因為很多數學老師會舉一個實例讓你去做 好 那我們直接畫圖 我覺得比較棒 我畫給你看 我畫給你看 你看 完美 等一下 我把它畫直一點 好 長這樣 來 垂直 我先畫一個三角形好了 畫一個三角形 好 我們複製起來 等一下出來的一定是長一樣 好 假如今天這一條直線 我們叫它L1 L1 那斜律是誰 就叫A分之B 這樣會不會太快 所以NL1的斜律就叫A分之B 水平分之千值 可以直接看 水平分之千值 那如果今天我要找一條L2 然後斜律怎樣 跟它剛好是垂直的 我們再證明它是乘起來-1 怎麼找垂直呢 非常簡單 我們剛才是複製了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來 我把它旋轉到270 同學 我這兩個三角形有沒有圈的 給我看清楚有沒有 有啦 所以咧 假如這個叫圈圈XXX 這是不是也叫圈圈XX 圈加X90度 所以這個角是不是叫XX 會不會太快 可以接受嗎 圈加X90 這裡圈 所以是不是這裡就XX 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同學 你是不是就知道 這個必定為90度的直角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兩條線一定垂直 那我們把L2把它描出來 好 這叫L2 L2的斜律 你描述一下吧 短的叫A 所以這個長叫A 長的叫B 但它在第二項線 所以它的直數叫負別 可以接受嗎 所以平分之千值 所以叫B分之負A 所以 所以NL2 就叫B分之負A 進來 你發現了嗎 這兩個 只要斜律 怎樣相成為負1 是不是勢必為垂直 你承承起來看看 NL1 NL2 是A分之B 乘上B分之負A 約約約約約 是不是必定等於負1 可以接受嗎 所以以後 你去算直線方程式的斜律 發現相成等於負1 它這兩條直線一步垂直 可以嗎 就是這麼簡單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我感覺好像快吐了 那你先不要看我 我也是我長 你先看它 你看 你看 看的話我直接 垃圾袋就拿出來 好 再來斜律比較大小 那剛剛 我們有講它的方向 下樓梯是負 上樓梯是正 它的水平是0 所以看斜律的大小 有一個比較快的看法 假如我這裡畫幾條 隨便的直線 然後通過00 因為我們這樣比較好討論 太歪了 太歪了 還要再多嗎 就這樣 來 L1 L2 L3 L4 L5 它的斜律一定是什麼 看右邊 往右下降是不是就是負 這是不是0 那這是不是正的 所以它一定是由小到大 有效力 這什麼 要配音嗎 好 哎呦 會喔 好 拜拜 那現在妹妹已經會越來越敷眼窩了 喔 好 好的 欸 喔 有小到大 我去了 現在他們就說 老師好啊 但是我跟那個 大家應該有聽過 有時候我講這個實話 有時候學生女生走出去 她要上廁所 我說欸你要幹嘛 她說我要上廁所 我說要陪你嗎 就有一次高善學姐說好啊 我頓身之間有點尷尬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離開了 沒有啊 會不會被抓 可是她這樣講的時候 我其實真的反而很尷尬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臉皮比較薄的 真的喔 我其實很害羞 好 好 就這樣 有小到大 所以看右邊就好 不要再管那個什麼 看右邊就知道比較大小 好厲害喔 我們剩幾題 好來我們寫下 聽一杯 來第一題 斜律 同學看傾斜程度 因為正氣邊形 兩連線喔 接不垂直 她在問兩點連線會形成一個對角線 對不對 然後雷有對角線 是不是就有斜律產生 可以接受嗎 下一頁喔 寶貝 有斜律產生 那她想問你喔 她總共喔 那兩點連線會有幾種不同的斜律 親愛的 集中 好 第一個你要知道的 就是什麼 你把兩個點隨便連起來 會有幾條線 啊 那兩點會形成一直線 那假如今天我們從一個出發好了 叫這個叫黑點 那她可以連出幾條直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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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ane意思嗎?這就可以劃出六條直線 來 我畫一下 不要畫,這知道有六條直線 好了 畫了 會緊張 一個點跟其他點之間會有幾條直線 會有六條直線 所以我們就知道 有六條 那你有幾個點? 七边形有几个点 猜猜看 七个点 这样可以接受吗 OK 就这样 但你发现了吗 错了 错在哪里 这里有个瑕疵 同学你AB画一次 你等下六条直线从B看画 你BA会不会再画一次 AB跟BA它的直线不就同一条吗 斜率会不一样吗 Must be一样 所以要怎样 除以二 可以懂吗 为什么呢 来问原因写一下 因为AB NAB等于NBA 可以吗 六条线 七个点 七点点 网络上真的很棒 写的好好的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忽略的 什么东西忽略的呢 就是思路后这里提醒你的key point 它说平行线的斜率相等 所以会产生几条平行线 那你看一下 假如今天我们画一条线 我连一下 你看 AG连起来 会有几条平行线 对 是BF也是 可以接受吗 还有吗 你的CE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 所以 A G B F C E 是每一条直线都会有三条平行线 可以接受 那三条你只能算几条 怎么用 三条 这三条平行 那你当然AB是不是也会有G C跟F粗 对不对 所以每三条是不是就会平行 那三条只能算几条 一个 对 因为平行线只能算一个 所以你要减掉谁 是减掉2乘以7 可以接受吗 要减掉14条 你知道为什么要减14条吗 因为它有7条边 然后每一条边是不是多余都会多两条 所以要减掉2乘以7 所以答案就是7条 OK吗 行吗 会不会太快 会不会太快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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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 我也害怕了 好 这是我们第一小题的答案 听得懂就懂 这一题其实蛮简单的 再来第二题 我其实本来讲讲 第二题很像教你题优化 第二题让我自己做好不好 第二题很简单 让你自己写 这一题自己做 好 要不然就这一题 我下次跟题友讲一下 看看想不想讲 因为这一题我觉得很简单 这好像国中的 大家知道向东我们就向右画 向北就像藏画 藏卫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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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我们往下面下咯 再来第三题 这个我也要教一下 因为有些人会有障碍 它说有多少个正整数N10的 然后通过它 通过它又通过它 然后K是一个正整数 什么叫通过它 通过它 通过它 就要三点贡献 三点贡献 那这里我想要你画的是这个正整数解 画起来 正整数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在高中就知道它是可以凑答案 很凑凑 同学凑的意思是什么 叫讨论 我用猜的 我拿拿的 不是 是去凑凑看 就是讨论看看 不是在里面去 同学这里 好那我讨论 我不要写凑了 因为我们都会讲凑数字 它其实就是要去讨论数字 同学为什么 因为正整数字是1 2 3 它们中间是可数的 对不对 而且是有离散性 discrete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一个一个讨论 可是如果今天是实数 你可以用凑的吗 我就问你 1的下一个实数是谁 你跟我讲不出来 跟1的下一个正整数是谁 那就是2 懂我意思吗 就这么简单 好 再来 图文来文 请问人还蛮好的 他给我们的图文就画一下 部分0 然后B是02 然后P点叫7k 贡献 来 亲爱的 什么叫贡献 就是他们的写率一定怎么样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线上 N相同 靠杯 他输入1就不可以写了 所以N相同 那我们写写率好了 写中文 大家知道写略英文是什么吗 对 看你的英文 在英文卡的这个 哦 你这样学什么 好梦哦 写略英文叫slope 所以有些人也会写slop来表实 对啊 一样的意思 写略也用slope 但是我们的开头数学都写N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用N来代表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用N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还蛮奇怪的 英文名就写slope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好 那来咯 来咯 点起来 那根据写率相同 来 同学 所以你会得到什么 你可以看成N的AT 会等于N的B 同学 你看我这个写这个平淡无奇 我跟你讲 隐含了很深的哲理在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我有挑这两个吗 你试想一下 你挑这个会有几个位置数数 靠北 你看这我就挑错了 等一下这哲理就被破了 我们为什么挑一下 MAB 同学为什么挑这两个 你看这样的位置数 是不是只有N一个 可以接受吗 这样子有几个位置数 是不是也只有K一个 你懂吗 但如果你这样子挑 你挑几个 7-N K-0 是不是就会有两个 懂我的意思吗 你这样挑就挑的不好 位置数讨论就过多 OK吗 所以你挑可以挑 要我挑 我一定挑这两个 这是一个小诀窍 好 就这样 好 再来我们把它写出来 就变成了0-N 所以这里是0-N 所以是N 然后2 所以这是2 这里是K-0 A7 就是7 然后-2 K-2 好 这样可以吗 来交差两层 然后去评论它的解 所以你会得到 2N乘以K-2 它的解叫2714 同学 两个整数将乘等于14 而且你的K又是什么 你的N是正整数 所以K-2 也是正整数 对吧 所以这两个一定都是正整数 有没有问题 好 宝贝 那接下来会做吗 正整数那就是因数分解 好 我们就慢慢讨论 N K-2 R14 1 这一种 还有什么 R72 还有什么 R27 R1 14 好 就这样 然后它K有没有什么 来 K为下一个正整数 所以就可以去算了 好 我们来算一下 所以K的值来 我们这里再多放一行 你算什么那年 算什么那年 你算36 36 所以3096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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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我怎么算错啊 有啦 这是4啊 北京 有 我们跑出一个0 吓死人了 那我都有一个0 0 3 4 96 是不是都可以 我看一下 有没有 哪里我没注意到的 没有 所以大家有几个 大家只有4个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小心吗 因为我很担心 它有不合理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好像没什么限制 所以应该就是这样 好不好 所以大家有4个 这样可以吗 OK 你知道我刚才在观察什么 我在观察这个 3496带进去 它有没有可能比2还低 那这样是不是就不合理 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一下 确认一下 要比较好一点 好 所以选4 2 选2 选3 小时 大家会累吗 如果我讲完 其实我想 最想讲的就是讲完密提 我想要下课 那我讲一下这个指教 这个很快 来 我写下手好不好 让你早点走 一定今天可以让你提交走 我发誓 如果不行 那就可能不行 来 这小三角琴 来 我画个示意图 来 表上表上 快快写 这小三角琴画出来 我说你 没错 我画歪了 怎么画 对不起 看 还是歪的 我会不会就在这里就结束了 自己画 画好快一点 好 就这样了 然后这是 角A 然后角B 角C 同学 他的直角 就是跟你讲 他写率多少 写率多少 垂直 你想要什么 垂直 你想要什么 什么东西 不是 垂直的意思是想到斜率相成为多少 负1 负1 这NAC XNAB 他斜率一定是负1 谁说的 我们刚刚不是这里有写吗 这里就有讲垂直 斜率相成为负1 有没有 有 干 好不好 看一下 看一下 求求你了 一辈子的请求 我这一辈子也太没鬼了吧 3-2A A加1 乘上谁 然后5-2 然后1-1 所以是1加1 要等于负1 好不好 去求A 可以吗 这我就不写 同学 B-A或A-B都可以 大家都会对 你知道吗 不要随便乱减 想到B-A就是5-2 1-1 或者是2-5-1-1 当然一定一样 自己去算 好 最后一个 我们讲完立题 就帮你自由了 可以吗 可以 我们讲一下立题 他说利用贡献的方式 来解下面的方程式 来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叫点斜式 点斜式的前身就在讲 过3-8 斜率是2的指定方程式 一看到我们就可以直接写 来 我们点斜式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如何描述一条直线方程式 来 先画一条直线 斜率是2 然后它叫L-1 过一个点叫三八 同学 我们要描述的方程式 我们可以叫它上面的点叫X-Y 可以接受吗 所有符合的X-Y 你收集起来 是不是就会变成什么 一条直线 因为它有几个X-Y 是无限多个 就会形成直线 他们这些X-Y都符合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的斜率都是多少 是不是都是2 所以你拿的斜率 X-3 Y-8 它是不是势必会等于N 那是不是又等于2 可以接受吗 然后把它乘上去 你会得到点解释 Y-8是会等于2 括号X-3 这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那它具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 哪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SWOP 就是斜率 第二个特性 这什么 一看就知道 它一定避过一个点 叫什么 过三八 可以接受吗 那为什么我们叫它点斜式 因为它有一个避过点 又告诉我们的斜率是多少 所以有点有斜率 就叫点斜式 这样可以接受 好不好 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辛苦了 两分钟 两分钟你摆不了吃亏 好不好 辛苦各位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两分钟再给我聊